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至昨天21日 本港已连续14日 无本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随着新冠疫情的方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昨天21日在政府总部居然记者会上表示 防缓部分社交距离措施 但四人限聚令维持不变 新一轮措施将于本周四 24日零时生效 为期14天 从4月中旬至今 本港绝大部分营业处所 都已恢复不同程度的营业和活动 由于增加商业活动及人流 经济有复苏的好势头 失业率亦有所回落 而随着验行的社交距离措施 直向于本周三到期 政府将由本周四 24日零时起 以疫苗气泡为基础 防缓新一轮的社交距离措施 这次的防缓措施 或许未能完全令商界满意 也或部分市民仍会觉得严厉 但正目前而言 要控制潜在的病毒传播风险 首先就要提高新军疫苗接种率 食物及卫生局表示 酒吧、夜店会放缓至每台最多4人 卡拉OK和派对房间 每间房间人数 放缓至最多8人 麻将、天狗等厨所人数亦可增加 如果场内员工都已完成打针满14天 客人数和营业时间可进一步放缓 聚会方面 四人限聚令不作修订 但宗教聚会 无提供饮食的分宴及股东大会等 参与人数上限 都可放宽是场所可容纳人数的一半 如果参加聚会人员 有三分之二的人已经接种疫苗 更可放宽是可容纳人数上限的100% 酒店及会展无饮食的活动 亦可放宽人数 食室内的现场表演规定亦会放宽 条件是 表演者最少要打一针 并尽量戴口罩表演 户外表演可不容戴口罩 这一轮的社交距离措施防宽 是以疫苗接种率为基础作考虑 这次的新措施 事后只有短短的14天 而14天之后的新措施 是收紧定义防宽 这个都无法预料 只有人人都参与接种疫苗 人人都着想防御病毒的鼻弹衣 为香港捉起一道真正的防御凭障 那么下一次 政府的社交距离措施 新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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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